你好 男嘉宾 我看到你的VCR 你说你每次跟朋友出去 都抢着买单 那我想问一下 你是只要有聚会 然后全场的买单 每次都是你来吗 这样的阶段 持续过一段时间 近两年创意的时候 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果 那又产生了一定的 虚荣的心理 所以特别想去证明自己 但是后来发现呢 这样并不能交到 多少真心的朋友 就比如说 我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我发现曾经我邀请过的人 他们可能并不是说 多么积极 多么主动 所以很快我认识到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 多么有效的社交 对呀 觉得你的回答 就是说到了我的心里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前男友 但是他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每次我们跟朋友 一起出去的时候呢 他就是愿意冲大头 就基本上所有的开销 或者是吃饭 全部都是他自己来抢着买单 更过分的是有一次 就他好像在支付宝上 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那个朋友跟他借钱 需要两万块钱 那个朋友就是说 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 可能只是有几面之缘 然后我的这个前男友 就是二话不说 直接把两万块钱 打到他的那个支付宝里 我觉得就是不应该 通过这种方式来 显示自己有多么的大方 然后或者自己 有多么的有实力 对呀 你们说买单那个时候 我跟我几个朋友 经常在我家附近 一个饭馆吃饭 老板跟我们熟的 不能再熟了 有一次吃完饭 我们四个人吃完饭 过了两天 老板跟我說 老板 你们前天晚上在这吃饭 我说对呀 怎么了 你们谁都没买单去走啊 我们互相都以为有人买单了 哦 7号 男嘉宾 你好 那你刚才VCR提到 就是说觉得分不清 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那你是不是之前 有被朋友伤害的经历呢 对 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比如说 我有一次去搬家嘛 我把之前经常约出来的朋友 然后我去问个遍 然后有没有愿意 去帮忙的 可能真正愿意主动 非常积极地 或者第一时间回复的很少 所以的话让我认清 这么多的社交 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后来 就是有选择性地去社交了 对 我觉得真正的朋友 应该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然后去给予我们帮助 然后会在我们低谷的时候 依旧陪在我们身边 给予我们鼓励 这个才能算得上是真朋友 我非常赞同 非常赞同 非常赞同 感谢观看